欢迎来到月亮说 你绝对想象不到 2024年的古装代播清单能有多精彩 不仅有诚意的新武侠 洋洋的逆袭之作 人家伦的全谋和玄幻剧 以及罗云熙与王鹤蒂各自的爆款预定 而女演员也同样强大 八五花的赵丽颖、杨幂、唐嫣 以及刘诗诗也全都集体回归古偶剧 甚至连九五后、00后也想占领古装界的霸主 更有庆余年、长相思等续集也将回归荧幕 以下小编整理了2024年 推荐必看的20部重磅古装 一起提前来看看哦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一部 诚意、李依童、肖顺瑶主演的英雄志 莲花楼的剧粉一定都像小编一样 等不及要看诚意和肖顺瑶二搭了吧 嘿嘿 这次的英雄志可是一部纯纯的武侠剧哦 金庸风比古龙世 江湖唯有这部英雄志了 这也是武侠爱好者给予了极高评价的小说 而剧版不仅有精彩的武侠打斗场面 还有感人的爱情故事 主要讲述了诚意饰演的卢云 她是一个出生于江湖的少年 从小就拥有超凡的武功天赋 但也因此惹来了无数的杀身之祸 她在逃亡中遇到了李依童饰演的顾倩希 一个身份非常神秘的女子 她对卢云有着深深的爱慕 但也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然而这两人还在江湖上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友 他们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 也见证了江湖上的恩怨纠葛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二部 任佳伦 李兰迪 徐正希主演的流水迢迢 任佳伦的全谋大剧要来了 在杀青特辑中 任佳伦的所有服装和造型都很在线 非常帅气 不愧是公认的古装男神呀 有着极强的古装驾驭度 而女主李兰迪则是同期小花中的佼佼者 演技非常扎实 再加上男二徐正希 演技同样也很不错 而且饰演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反派 说不定风头会盖过人家轮哦 总之光凭这阵容就已经足够吸引人了 难怪会有一大波网友期待 流水迢迢 根据萧楼的同名小说改编 主要讲述了月洛城少城主肖无侠化名为魏昭 他潜伏在梁国多年 还背负了宁臣的骂名 然而魏昭为查清家族被害真相 是图掳走当年案件中的唯一活口 但自己精心布置的计划 却被突然出现的少女江慈所破坏 裴眼趁机将重伤的江慈养入府中 以求找到幕后的破坏者 三人其实各怀心思 在大梁和月洛城上演了一番关乎家国的爱恨情仇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三部 赵露丝 刘雨宁 程磊主演的朱连玉木 这次的赵露丝将会迎来全新的挑战 朱连玉木本身就是标准的纯事业型大女主题材 相关的成长线和爱情线也非常完整 而且有着长相思的成功 使得该剧也具备了极好的开播前景 但是赵露丝本身还是自带一些稳定的黑粉 以其目前的人气和关注度 如果演得好 那必定迎来演艺事业的新突破 如果演砸了 黑粉一定拿来做文章 也真替咱们的露丝感到着急啊 朱连玉木主要讲述了赵露丝饰演的彩珠女端舞 她靠着灵活的头脑 带领扬州行会在珠宝艺术界打出名气 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经商的故事 主人公不仅有着坚韧的个性和过人的智慧 还以自己的努力和勇气 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中闯出了一片天地 这个主题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也充满了正能量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四部 杨阳 金陈主演的《凡人修仙传》 小编敢保证 杨阳要因为这部《凡人修仙传》 口碑大逆转了 自从她因我的人间烟火 人气骤降 口碑下跌后 杨阳在拍这部新戏时 眼神里再也没有了自信 而网友说道 这样恰是杨阳最帅的时候呢 毕竟她这次要全是一名乡野穷小子 一路修炼最终成仙 而女主正是杨阳的巅峰之作 《你是我的荣耀》里的前女友金陈 因此他们俩的CP感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 《凡人修仙传》 主要讲述了一个 普通的山村穷小子韩丽 偶然之下 跨入到一个江湖小门派中 虽然她资质平庸 但依靠自身努力和合理算计 最后修炼成仙的故事 韩丽的成仙之路 也堪称是猥琐流的钢顶代表 韩老贼就是靠着一路猥琐发育 才能够在资质平平 甚至是零根都是尾的情况之下 一路高歌猛进成为了仙人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五部 杨旭文 杨志刚主演的《唐朝鬼事录之西行》 这可是2022年备受好评的黑马剧续作哦 果然第一季赚到钱了 资本就一定会出第二季 而这次的投入也大大提升了 质感会直接提高两个度 镜头画面会更美 以及加强了原有的中式传统美术风格 还有新的音乐元素 也会特意地去提升整部剧的氛围感 喜欢古代悬疑的千万别错过哦 《唐朝鬼事录》的第二季 主要讲述了西元712年 唐瑞宗改元言和 大唐依旧繁盛还宇 但朝堂之上却危机四伏 山雨欲来 公主和太子分平抗礼的局面也进一步加剧 在这危情莫测的背景下 一股股势力借机蠢蠢欲动 引起了民间鬼案平传 然而卢凌峰与苏无名义行人 在西行之路 无所畏惧 境遇难测的故事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六部 杨子主演的《长相思》第二季 《长相思》第二季中 最盛大的几个名场面也要出现了 不愧是2023年最爆的古装剧之一 它的第二季预约人数直接多达300多万 而且这第二季才是真正的看点和虐点共存 尤其是那几个名场面 像是香柳去抢婚 小妖与苍玄决裂等等 简直把观众们的期待值都拉满了呀 再次期待杨子和三位男主给我们带来惊喜 《长相思》第二季主要讲述了 苍玄为了登上轩辕地位 开始一步步谋划 神农义军也退出了角逐 香柳惨死 大荒即将统一 小妖和屠山景也解开了误会 而当苍玄在屠山景等人的帮助下得到了王位 回头寻找小妖的时候 她已经爱上了别人 苍玄对屠山景抱负因此展开 最后小妖屠山景相守 苍玄守着自己的王位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七部 人家伦 行飞 助续单主演的《烈焰之舞》更迹 很多大场面也是在看起人派 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提交 又是任嘉伦的重磅古装 这次她竟然沦为了奴隶 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不过该剧最大的亮点在于阵容 不仅在任嘉伦的号召下 还加上了行飞 演艺宽 蒋新等实力派演员 并且还特邀了陈乔恩 何润东 徐正熙等等 就连明道也请来友情出演 这样的阵容真的太牛了 而且还是高人气动漫改编而来 整体应该不会让人失望 《烈焰之舞更迹》 改编自《动漫舞更迹》 主要讲述了 任嘉伦饰演的人族王子舞更 在遭遇国家灭亡之后 沦为奴隶 却不失智 跨越种种艰难险阻 踏上了一条复仇 与争夺自由的不归路 最终组成一支强大的抗天大军 共赴神域 终结了这场长久的反奴役之争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八部 周一为高伟光 陈都灵主演的《金庸武侠世界》 这部《金庸武侠世界》 预计1月底2月初就上当了 该剧的阵容也同样非常强大 不仅有这三位主演 还有何润东 明道 以及孟子义的加盟 而且该剧将要打破传统 这次的主角并不是郭靖与黄荣 而是分为了五个单元 并且由五位不同导演来拍摄 这几位导演都是实力派的哦 他们将联合起来 一起寻找中国武侠的新世界 小编还是蛮期待的呢 只希望打斗场面能够带来新的惊喜 不要再慢动作了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九部 赵丽颖 林更新主演的《与凤行》 说实话 这部《与凤行》真是掉足了大家的胃口呀 一直延弃 直到最近才定在了2024年的寒暑荡上线 虽然《与凤行》的故事看似没什么新鲜之处 但亮点在于女主的人设 赵丽颖是堂堂的魔戒一霸 一赶银枪就能平了四海八荒 而且一上来就为了躲开政治联姻而逃婚 也只有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剧情 才能让观众看到点不一样的东西呀 再加上该剧选择了赵丽颖和林更新 也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楚桥CP再次合作 还没开播 甜味就溢出了屏幕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十部 张若云 李沁主演的《青鱼年2》 这部剧不用多说 绝对是2024年最爆款之一的古装 第二季最大的看点就在于 范贤的《绅士之谜》 他与真正的父亲亲弟 以及监察院院长陈平平 还有二皇子李承泽之间的博弈 大家也都看过小说了吧 不过在内娱一直有一个打不破的魔咒 那就是续集质量一定不如第一部 这也让观众期待《青鱼年》第二季的同时 未免产生了一些担忧 但小编知道些内幕 在这只能透露 第二季导演孙浩的镜头节奏 基本会和第一部一样 没有任何问题 以及演员演技 质感和浮化道来说 也基本可以放心 唯一可能有问题的就是 编剧王卷对于剧情的理解和设定了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十一部 白鹿 宝瑞鹏主演的白月范星 这是白鹿季长月晋明后的又一部古装 而且这次具备了非常强的黑马属性 加上白鹿超强的抗拒能力 还是非常值得等待的 在最新的路透中 白鹿也是再度解锁了全新造型 一身淡蓝色的古装 灵动又不失端庄感的发型 整个人不仅是古风韵味十足 仙气飘飘 而且在整体的驾驭度上 也显然要比长月晋明的造型来得更好 而白鹿这次任务 是要将九五后的小生敖瑞鹏给捧红起来 其实他就是少年歌行里面的男二雷无节哦 这部白月范星改编自心灵小说 白硕上神 主要讲述了将军府嫡女白硕 为了报恩而立志修仙 然而在寻仙途中 意外搭救妖族大神范月 两人不打不相识 从相互利用到互生爱意 纵然隔着千重困难 但爱足以打破一切限制 最终拥抱彼此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十二部 李依童 曾顺兮 邓为主演的云秀行 云秀行的讨论度也是越来越高了 曾顺兮这次要比莲花楼的造型更帅 人设也更加霸气 是一位混世魔王的昏君 从路透来看 曾顺兮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搭上李依童 不知道最终效果会是什么样的呢 此外还有男二长相思的邓维 配角还有云之语 钟小火的田家瑞加盟 也是蛮有看点的 这部云秀行 改编自漫画《彩云国物语》 主要讲述了李依童饰演出身名门的红秀里 因女性不能担任官吏 而无处施展自己的志向 然而在肖太师劝慰下 以贵妃身份进入后宫 辅助曾顺兮饰演的现任国王子刘辉 最终平定了各地叛乱 迎来了盛世太平的空前景象 红秀丽也在其中收获了美好爱情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十三部 罗云熙 宋毅 程磊主演的延心记 2024年的罗云熙 还能把她的古装剧给爆起来吗 这一次 她将和宋毅分别化身为 总捕头和江湖游衣 透过不同的理念 谱写出一段吵吵闹闹的古偶爱情 再加上云之雨中出圈的成磊 说不定 这次成磊又把罗云熙的风头给抢了去呢 嘿嘿 小编也期待 她和黄日盈的CP火花 这部《严心记》 主要讲述了 罗云熙饰演了换脸盲症的傲娇郡王 兼总捕头江新白 她按查一起乌香案时 意外结识了每个月都会变身的江湖游衣言难兴 两人也是人 不打不相识 为了各自身上隐藏的秘密 他们一起经历了三劫三厘的奇妙姻缘 最终携手扫除乌香之祸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十四部 侯明浩和宇主演的少年白马醉春风 自从少年歌行火了后 她的前传也被影视化了 而侯明浩的古装也是大有人期待 这次她饰演了男一号百里东军 前传《少年白马醉春风》 就是讲述了萧瑟 吴欣以及雷吴杰他们父辈的故事 主角由白里东军和吴欣的父亲叶鼎芝担任 以及雷吴杰的父亲雷孟莎 母亲李新月也会出现 原本在镇西侯府的小公子白里东军 他的好友叶鼎芝遭人利用 发起了一场讨伐中原的战争 而白里东军则率领一众天下英雄进行抵抗 面对叶鼎芝 此时的白里东军并没有退缩 他既要救下这苍生 也要拯救自己好友的故事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15部 谭松韵 郑叶成主演的孰锦人家 想不到吧 谭松韵也有演大女主题材剧的一天 真为她感到骄傲呢 而且该剧和星汉灿烂 长风度很相似 都属于严情古装类 说不定又是一部爆款预定哦 该剧的内容也十分饱满 既包含了家国大义 也包含了儿女私情 还有两方势力的纠葛纷争 看点颇多 孰锦人家 改编自庄庄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谭松韵饰演的 幻花染房小姐季莺莺 与织锦大户 赵家嫡子赵修媛青梅竹马 然而最终因为家族的缘故 他们未能在一起 后来阴差阳错地遇到了男主杨静 女主从一开始的不愿意 到后来的欢喜冤家 但是她们还是未能如愿在一起 后面女主季莺莺 经历了家族变故 最终在男主的努力下 保护了女主季莺莺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16部 杨幂与刘诗诗 各自主演的狐妖小红娘 月红片与竹叶片 我想说 如此美景 能有人一起分享 真好 这当中 可有人主要做相恋啊 爱一个一世都无法相守的人 值得吗 月红片就不用多介绍了 就凭杨幂和龚俊这两位大流量 不说大爆 热播是绝对的 到时候看看 两人的CP感 能否让大家磕到糖 而竹叶片里的刘诗诗 与张云龙 一直被网友称为天选怀主 尤其是刘诗诗 不管是漫画粉 还是动漫粉 对女主的选角都非常满意 看看能否通过此剧 将张云龙给带火起来 其实这两部都是要阵容有阵容 要质量有质量 两位导演也非常有名气 基础的都没问题 就看编剧的改编能力了 以及主角的CP感 能否擦出强烈的火花来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十七部 谭剑刺 周依然主演的四方馆 谭剑刺担任男一的古装剧也来了 他这演艺生涯的一路成长 确实很不容易 如今总算熬出头了 这次的四方馆最大特点 就是探案悬疑和清洗剧的完美结合 让大家能够在欣赏 大唐盛世风光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气息 和幽默的色彩 而且 该剧保留了小说中的精髓的同时 也加入了自己的创新 每集都有一个独立案件 且都有着出人意料的结局 四方馆 改编自超人气小说 西域猎王记 主要讲述了谭剑刺饰演的袁莫 原本是一个有才华 但不得志的官员 他曾经参与过 《大唐西域记》的编撰工作 对西域各国有着深入的了解 但因为得罪了权贵 被降职到了西院 随后开始他在四方馆的探案之旅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十八部 赵金脉张灵鹤主演的杜华年 不得不说 这两位的颜值也太高了吧 在同框海报中 也是极具有CP感 网友们也都直呼太般配了 一个是95后小生 一个是00后小花 期待两人能够成为最年轻的火花CP 该剧其实是一部女性全谋作品 和美人心计的路子相似 一样也是先婚后爱的情节 主要讲述了大夏朝的长公主李荣 与当朝首府裴文轩一梦两世 从欢喜冤家到先婚后爱的灵魂伴侣 最终破镜重圆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十九部 景田张灵鹤主演的四海言歌 又一部张灵鹤的剧 不过他也非常可惜 这两年他主演了这么多古装剧 也没有真正爆火起来 而这次张灵鹤将化身冷峻帝君 并与景田饰演的活泼少女 结上童心所因缘 光是想象 就已有报效和甜蜜的预定 应该也是值得一赘 四海言歌改编自一代学的小说 我有三个龙傲天竹马 主要讲述为了解救自己母亲 而踏入先途的难言 在阴差阳错下 和帝君激阳 种下了童心所的姻缘 前妻互相嫌弃的两人 最终学会了守护彼此 并卷入到阴谋之中 2024年重磅古装剧推荐 第20部 王鹤蒂 田锡薇主演的大凤打耕人 这一部小编放在最后来压轴 王鹤蒂的这部古装 绝对是个王炸爆款 该剧非常有望成为 第二个庆余年 首先颜值这一块完全不用担心 再加上原著是一部难评文 剧情比一般的古偶更加有新意 还集合了穿越 仙侠 探案 还有玄学与国运等多种新元素的作品 而且 大凤打耕人的原著小说 本身在网络上拥有超高的人气和口碑 以及一大堆原著粉 剧版主要讲述了现代警校生许其安 穿越到了大凤王朝 成为了一名打耕人 利用现代侦探技能破解齐案 同时与各路英雄豪杰结缘的故事 好了小伙伴们 以上就是2024年推荐的20部古装剧 小编最期待第一部英雄志 第六部长相思第二集 还有第九 第十部 以及最后一部 你喜欢哪几部呢 留言区聊聊哦 感谢观看 最后一是